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一次会比一次更疯狂 很猖狂 他对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一点责任性 我是坚决要领动的 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一而再再而三 杨先生自己认可这个说法吗 我不认可 我没做对不起他的事 他所谓的暧昧是 我没有捉奸在床就不算 究竟是些许暧昧 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 夫妻俩说法截然不同 对于事件的原委 杨先生主动交代了一番 在杨先生看来 暧昧是错 但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 可作为妻子的汪女士 已经如梗在喉 她和杨先生大吵一下 回了娘家 为了挽回妻子 杨先生做下了承诺 她写了保证书 你再有小三 后面我是一定要跟你离婚的 汪女士本以为 自己的强硬 能给丈夫杨先生 一个下马威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仅仅三个月之后 她还是遭到了 莫名女子赤裸裸的挑衅 10月19号她没回来 问她她也不接电话 她就微信回 说在外面喝酒 然后不回来 然后就说她跟她在一起 她跟她是真爱 谁跟谁 就我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是谁 是由她的微信发出来 我说如果你是五个小三 你就光明正大地来 我说我跟她还没离婚呢 有一个人用她的手机微信 在跟你对话 对 你觉得对方是谁呢 我觉得是那个女的 她根本就没断 我微信结了 不是10月19号的 手机的那个截屏 给我 说她不爱你了 然后你问你是谁 如果你不是杨某某本人 她爱不爱我与你有何干 她已经爱上别人了 你清醒点 然后你回 她爱上别人 叫她来跟我说 我第二天跟她解释了 我说我不可能 会跟她发这样的信息 我第二天问她 她说她手机掉了